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我是加强计划用水管理 日均节水近三万吨 59项不动产登记和公共服务业务办理 年底前将再提速 五个工作之内就可半截 今天是2018年的5月14号 星期一 农历3月29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厦门市深入贯彻实施中国制造2025 积极探索 政策扶持 招商引资 产融合作新模式 推动工业经济量质起升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转型升级成绩突出 近日获得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为 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 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示 培育壮大 高端制造业 实施智能制造专项行动 是我是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和提制增效的一项重点工作 近两年 我是共安排4500多万元的智能制造专项资金 支持27家企业进行智能化升级 星连集团是一家出口型电子产品制造商 在企业去年升级完成的全自动化车间里 8条电子贴片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 每条生产线只需要两个人完成过程监督和最终的产品检测 车间的使用能力由60个人降到现在的只有18个人 可以做到1000万个零件的产能 原来大概也只原来的产能只有500万点左右 然后我们相当于是产能翻了一番 然后人工的话降了将近60%下来 在奇美的机器人超市记者看到 一套铝模版智能生产线可以帮助用户减少70%的占地面积 10台这样的抛光机器人可以替代40个工人 除了抛光之外 焊接喷漆等环节也都可以由机器人代替 而这些机器人的生产企业航天斯尔特 已经探索将这些工艺串联起来 通过信息化系统实现自动化工厂 当然现在的自动化离未来的智能化还有一段路要去走 这个智能化就要通过数字 通过数字的采集变成有效的信息 甚至能够截车能够指导设备的运行 这是我们未来才能达到的一个目标 除了加快发展智能制造 我市还通过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 支持企业增强创新能力 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等举措 培育壮大高端制造业 同时加强规划引导和资金扶持 全力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通过实施错位发展的园区战略 跟踪都市重点项目 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增强工业发展后进 因为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 这次厦门与泉州以及大连成都等 共14个市直辖市辖区 入选2017年 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 成效明显地方名单 今后再申报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申报专项资金等方面 卧市将获得激励和优先支持 本台记者报道 据厦门海关统计 一到四月 国市实现进出口 1885.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5% 占同期福建省外贸总值的48.7% 一至四月 我市实现出口1024.8亿元 增长7.6% 进口860.7亿元 增长1.1% 数据显示 东盟 美国 欧盟 稳居我市外贸伙伴前三位 一至四月 进出口值合计 占同期厦门市进出口总值的48.6% 其中 对东盟进出口336.5亿元 增长22.3% 对美国进出口325.2亿元 增长0.1% 对欧盟进出口254.2亿元 增长5.4% 据介绍 我是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区前 一至四月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683亿元 增长7.3% 同期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741.5亿元 增长1.6% 国有企业进出口461亿元 增长5.4% 本台记者报道 13号到19号 我是开展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让节水成为习惯为主题的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 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 去年我是日均节水近3万吨 今年1月 我是通过复查再获国家节水型城市称号 厦门市计划用水综合管理系统 去年正式上线 系统涵盖了节水设施征集 节水型企业单位 节水型居民小区 以及水平衡测试等板块 通过这一系统能够查看年总用水量 年查堵漏水量等数据 全面地掌握测试单位的用水现状 实现信息化管理 据了解 去年我是加强计划用水管理 对月用水量在200吨以上的 8446个非居民用水户 下达计划用水指标 严格落实用水计划指标日常管理 措施高耗水行业生产设施设备 尽快淘汰转化 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此外我是还大力开展水平衡测试 检查用水单位 管网是否存在 跑冒低漏 去年通过测试发现并查堵漏 日节水3350吨 并完成了310套老旧小区居民家庭 水箱便器节水配件改造 三光电每天的用水量达到3000多吨 是不折不扣的用水大户 然而企业通过不断完善节水措施 在节水设施建设上舍得投入 使得水重复利用率达到了98%以上 去年顺利摘取了节水型企业的桂冠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 我们一起走进企业去一探究竟 这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位于厂区北部的废水处理站 占地1万多平方米 每天处理的废水量达到2000多吨 眼前工人正在安装的是一套超绿膜设备 这是企业今年新上的一个节水项目 它的作用是对原来经过处理 达到排放标准的废水 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经过这样的再处理 每天有1000多吨的废水将被重新利用 本月底这套超绿膜设备就将投用 可以替代自来水作为冷却水 每天节水费用就可以达到3700多元 因为我们排放的废水 水质超过了国家的一级排放标准 水质比较好 我们通过这一套简单的一个超绿过滤以后 把这个水回用到冷却台里面去用 然后我们废水的回收的话 应该是可以达到50%到60% 三安光电主要生产ALED灯的芯片 生产过程中的一道关键工序是要对芯片进行清洗 需要自己生产大量的纯水 企业首先在这个制水环节很下功夫 他们在纯水系统中增加了一道反渗透膜浓水再次利用工艺 使得纯水产水率达到了80% 也就是说100吨的自来水可以产出80吨的纯水 而一般的纯水系统只能出60到70吨的纯水 仅这套纯水系统 企业的投入就高达1200万元 虽然纯水率在同行业首屈一指 企业对纯水制成后的副产品维水也没有白白浪费掉 他们在建厂之初就设计了一套中水回用系统 在厂区内埋设了中水管网 进行厂区滤化的浇灌 同时在每栋厂房办公楼和宿舍楼顶部设置了水箱 将中水引进楼内作为卫生间冲测的用水 如今企业内的滤地浇灌冲测以百分之百使用中水 用不完的中水还被注入到厂区的人工湖里 成为景观水的一部分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还要从更加细微处着眼 企业投产后 管理人员发现厂区六座厂房的空调 每天产生约120吨的冷凝水 可当初厂房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情况 没有建立相应的节水设施 于是他们及时进行补救 投资几十万元 建起了冷凝水收储设施 将他们直接引到冷却塔 作为冷却塔的补水使用 利用各种这个节水措施 我们全场这个水的重复利用率可以达到98% 这个已经在行业内已经算是最高的水平了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来看新闻 记者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到 年底前59项不动产登记和公共服务业务 将压缩到五个工作日内半截 多项服务将继续提速增效 去介绍 目前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所有登记业务的办事实现 已经全部压缩到法定实现的35%以内 其中涉及民生的个人二手房交易和房地产抵押登记 分别有法定的30个工作日 压缩到五个工作日和四个工作日 去年12月1号起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等十项业务 更是实现了当日半截 记者还了解到 接下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服务 还将再提速 今年年底前 除了涉及大型项目工程 单位房产等情形外 所有59项不动产登记和公共服务业务 都将压缩到五个工作日内半截 此外市民进行抵押登记也将更加便利 今年6月底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试点抵押登记业务 一趟不用跑工作 首批在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厦门银行 新业银行的指定网点进行试点 并将在年底前 根据情况逐步推广到全市 同时为了解决群众上班没时间办事 休息时间没处办事的难题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已开放周末办事窗口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表示 接下来继续推进互联网家政务服务 让数据多跑网路 让群众少走马路 进一步推动这种网上 所以尽量的提高 这种一趟不用跑的水平 比如说我们现在准备 不动产的抵押一页登记 现在我们准备就是 也进行放在网上登记 实现了一趟不用跑 本来记者报道 4月岛内重点区域 被接小巷卫生保洁的结果近日公布 私民 狐狸 被接小巷的市容环境 卫生水平持续提升 整体考核成绩达到满分的接向 从3月份的18条 上升到4月份的45条 今年2月开始 岛内重点区域的被接小巷 进一步扩大了 卫生保洁专项考评范围 从原来只固定考评200条被接小巷 改为从400条被接小巷中 随机抽取200条进行考评 第三方测评报告认为 4月份 岛内被接小巷保洁质量持续改善 实现了环卫保洁 精细化作业 路面残留垃圾 呈持续减少的态势 由于获得满分的接向太多 前20名的排名顺序 只能通过对比称量 路面残留垃圾的办法来确认 最终 祥云三路 创新三路等8条接向 因为残留垃圾量为0 而并列第一 其余所有接向的成绩 都达到80分以上 据了解 目前我市市容环境 第三方评测机制 已经形成了较好的督促效果 全市六个区都引入了第三方评测 接下来 这一评测机制 还将继续向镇街推广 让全市市容环境考评 更客观 更公正 我们想要建立的是 市区两级的这么一个考评体系 我们目前正在梳理 总结我们的这个 被接小巷的 这个考评的机制的一个经验总结 然后把它发给各个区 我们希望各区也参考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管理 跟考评的机制 对辖区里面 把这个机制扩大到了辖区的政界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来看十年重访彭州系列报道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 厦门承担了彭州市受灾最重 重建任务最艰巨的四个乡镇原建任务 白鹿镇就是其中之一 十年过去了 如今的白鹿镇不仅旧冒幻新颜 还成为了彭州市城乡跨越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红蓝相间的法式建筑 整洁干净的村镇街道 坡地 草地 广场等细节 都表现出浓郁的特色风情 512地震后 仅仅用了三年时间 一个中法传统风情小镇 在废墟中崛起 设计规划 以法国普罗旺斯的小镇为原型 花台 店面 筑体 墙面 都展现着音乐的元素 慢慢地 白鹿镇开始吸引 法国古典艺术节等高品质音乐活动 频繁举办 大量原创音乐人驻留白鹿 丰富多元的展示和交流空间 助推白鹿成为极具氛围的新音乐小镇 其他地方都还没有 我们这边还可以 好像觉得我们老百姓玩得很好听 就喜欢上这白鹿了 老百姓喜欢我们就唱什么歌 今月说 百分之七十 生活是百分之三十 随着音乐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小镇的人气越来越旺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这里 成为新鹏州人 来自海南的徐世芬 就是其中的一位 开车 百度了一下 说这个白鹿小镇吧 头一次就过来 最重要是我们 首先是我们自己喜欢这个地方 而且也喜欢我们的职业 当然家里人有一点不理解 特别是老人 他说你们为什么 什么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 徐世芬最终说服了亲人 2017年1月 他和好友在白鹿镇上 开了唯一一家 其阅读咖啡 民宿余一体的咖啡馆 店面的租期合同 一签就是十年 我就觉得这边我选对了吧 我们以后我们的家人 可能慢慢也会往这边 特别是这边的气候 这边的人情 我们都挺喜欢的 镇后十年 废墟上崛起的白鹿小镇 是鹏州市城乡跨越 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7年 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12.6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2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实现 31,260元和19,549元 鹏州的巨大变化 也让当年的许多元件者 感到由衷的高兴 十年后再来看鹏州 确实一 感觉到我们过去 所做的非常值得 现在看到他们 幸福生活也非常欣慰 发生了天荒地乎的变化 所以对于我们原创人员 感到很高兴 因为鹏州是我们的第二固仙 我们就愿鹏州 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铭记 福建元件 为鹏州十年来的长足发展 夯实了基础 而厦门元件 又是福建元件 鹏州史上的最深记忆 元件工程不仅仅是物质工程 更是精神工程 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正后十年 崛起新鹏州 生态名城 产业强势 幸福鹏州的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近日 是舞蹈家协会 音乐家协会 书法家协会 作家协会 等四个协会 完成新一轮换解工作 并通过了新章程 在试舞协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 小白路艺术中心主任林乃珍 当选为新一届试舞协主席 在试音协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 锦美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艺彬 当选为新一届试音协主席 在试书协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 厦门敏台书画院院长刘堆来 连任试书协主席 在试作协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上 厦门大学中文系 中文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林丹亚 连任试作协主席 各协会都审议通过了新章程 新章程不仅降低了会员的准入门槛 还更加注重年龄层级优化 明确要求 理事提名年龄不超过60周岁 理事会成员中 新兴文艺群体和体制外文艺家 青年文艺人才应占一定的比例 据了解 下一步 试文联将带领各协会 积极开展各类文艺活动 提高各协会成员的创作水平 吸引更多优秀艺术家 扎根厦门繁荣和发展厦门文艺事业 同时积极发挥艺术家社会职能 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来看一组竞赛活动的消息 把时间交给夏天 好的 昨天厦门市第八届 即海峡两岸第三届 大学生实体建构竞赛总决赛举行 本届竞赛以文化遗产多样空间为主题 来自两岸十所高校的三百多位青年学生选手 同场竞技交流 展现建筑创意构思 这次竞赛 要求参赛者在两天的时间里 用一定数量的瓦楞值 在划定的场地范围内 按照比赛主题构建创意空间 在现场 来自厦门大学 华侨大学 金门大学的选手们 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从两岸风土人情 闽南传统建筑等人文自然景观中 吸取创意灵感 运用工程建筑等专业技能 搭建了26个各具特色的创意作品 像这个由华侨大学选手创作的闽浪 就以海浪和厦门棋楼的造型结构为原型 创造构建出一个具有独特光影效果的弧形空间 就是像海浪还有厦门的很多传统建筑 比如说像棋楼啊 就是有一个灰空间在那里 然后人走过去就是会有一个就是穿梭的感觉 然后会有那种光影效果 然后就会给人一种厦门嘛 就比较悠闲自在 然后这种异小 而来自金门大学的这件顶上闽南作品 则受传统的闽南建筑群落造型的启发 运用300多片瓦楞纸 搭建出一个具有闽南建筑韵味的独特空间 主构是以那个闽市建筑的天井作为基础 然后因为要有错落的感觉 所以有大小不同的方格 表达它错落的感觉 据了解 厦门市大学生实体建构竞赛 自2011年来已连续举办八届 本届建构竞赛活动 旨在提高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以及团队协作意识和节能环保意识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历时近两个月的2018年厦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小学联赛 在厦门6中落下帷幕 高中男子组的决赛在厦门2中与工商旅游学校之间展开 身穿红色球衣的厦门2中占据场上主动 在上下半场各打入一球 最终以2比0的比分赢得了比赛 取得高中男子超级联赛的冠军 至此本次联赛的238场比赛全部结束 据了解 本次比赛依照年龄和性别共设置了10个组别 在其他组别中 人民小学 乔英小学 高龄中心小学 东渡小学 厦门外国语学校 海仓中学 双十中学 厦门6中分别获得各组别的冠军 据了解 厦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小学联赛 旨在全面推动 我是青少年校园足球运动的普及 进一步促进 我是青少年校园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 自3月底启动以来 共有69所学校 106支队伍 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 覆盖人群近50万 是厦门市历届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中 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 竞争最激烈的一次胜会 本届联赛还首次设置了小学儿童组 充分建立起小学低年级到高中的联赛链接 我们也发现各个联赛的队伍水平也越来越接近 从各个超级组包括甲级组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那个校园足球的人才 所以说从我们整个联赛的机制到包括整个培养的机制 我们感觉到从这一场联赛都可以看出 厦门的整体的整个校园足球的规划 是应该相对比较成功的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2018中国围棋甲级联赛进行了第六轮的比赛 其中国旅联合厦门队主场2比2战品 民生银行北京队取得了两个联赛积分 民生银行北京队是去年中国围甲亚军 本轮比赛他们派出了石岳金智希以及两位新锐棋手 国旅联合厦门队则选用柯杰周瑞阳彭丽瑶 以及范印出马应战 主将台柯杰对阵石岳是本轮比赛的焦点之战 在上赛季中石岳是唯一一个在上下半程比赛中 双杀柯杰的棋手 而如今柯杰状态极佳 在前面五轮联赛中柯杰四胜一负 帮助国旅联合厦门队冲到了联赛七分榜第三的位置 柯杰最近状态也很好 在上一轮的比赛中也战胜了朴婷环 而且是直黑棋 我觉得也没有怕的道理 所以说明知道他们可能会把石岳放在主将 然后我们也是把柯杰放在主将的这个位置上来迎战他们的 我觉得从世纪上我们还是很强的 最终柯杰在中盘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 战胜了石岳 在另几台比赛中 彭丽瑶周瑞阳告负范印获胜 最终国旅联合厦门队与对手2比2握手言和 凭借主将柯杰的胜利取得了两个联赛七分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微博微信和 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再见